重要的領袖來支持 他是因為非常愛主 也對台東非常重要 對台灣非常重要 他是在我們台灣 國會最愛主的 立法委員劉兆豪 劉弟兄 哈利路亞 感謝主給我們這個美好的清晨 讓我們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齊居在這裡 也受我們上帝通過 赵宏敬牧師帶來 15天的祝福以及教導 我相信聖君裡面 有許許多多關於領袖的 這樣的祝福跟教導 在幾千天前 上帝給摩西的祝福 給大會的祝福 給耶穌亞的祝福 我們相信在今天 人黨會在各位的身上來成就 在各位的領袖身上來成就 各位弟兄姊妹 身為領袖 是用生命的美好的見證 我們這個領袖沒有大小自分 不論你的家庭的大小 不論你工作職場 職務的大小 不論你的家庭成員的多寡 我們相信 上帝看中每一位領袖的職份 上帝的祝福 在幾千年前 在地球上來成就 今天 依然要在台灣 在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成就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常常思考 身為領袖 帶著這個 我們屬地上最大的祝福 跟最大的應許是什麼 我常常記起來 在使徒新傳裡面的記載 當保羅跟所有的船員 遇到船案的時候 當所有的人都驚慌失控 失措的時候 保羅站起來 平安盼望的跟所有弟兄 跟所有船上的人講 眾位可以放心 我相信神怎麼說 事情就怎麼成就 我相信神怎麼說 事情就怎麼成就 各位弟兄姊妹 這就是身為領袖 特別是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身為領袖 特別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無論外在的環境如何動盪的不安 無論人心如何的惶恐 我們期待每位弟兄姊妹 在你的職場上 在你的工作上 在你的家庭上 你站立得穩 跟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 跟我們周邊我們所愛的人說 各位 各位不要害怕 可以放心 我相信 神怎麼說 事情就怎麼成就 我相信 上帝應允給每一個家庭 跟每一位弟兄姊妹 給台灣的祝福 必定要成就 各位弟兄姊妹 上帝願上帝大大的保守 祝福我們在場的每位弟兄姊妹 也保守我們今天的聚會 感謝大家 謝謝